大家今天拜得還好嗎 好 有坐下來嗎 有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我真的是看著各位護法信徒 一年過一年 有時候法會結束後 我會聽到一些發行的護法信徒 有時候會跟我講說 今天終於過了 感覺好像過關斬將一樣 其實是真的很感謝 一年又一年 我們有這樣的福報 可以在這麼莊嚴的道場 參加禮拜法會 那麼我今天聽到 可能是在座中哪一位 有提出一個問題 說為什麼良皇法會之後 必定都會接著要有三十信念的佛式 其實沒有一定的 良皇法會 它就禮拜完良皇寶燦 十卷 功德圓滿就可以了 只不過呢 每一個道場 它可以安排的條件不一樣 我們在多人多 各位可以看得到 超見的坦口這麼大 我們的歷代祖先 包含跟我們有親或者有怨的所有眾生 是這麼歡喜的 要來領那功德 所以在道場這一邊 是特別安排 就是在禮拜完十卷的良皇寶燦之後 特別在加持 就是淨土法門 三十信念 那麼以 所謂三十信念就分三個時段 那麼來宋慈歐覓陀經念佛 那麼集合眾人的力量 大家共同的再把除了是拜禪的功德回向 另外呢 就是宋慈歐覓陀經 皆念歐覓陀佛聖好的 這所有的功德是一併回向 所以是特別舉行的 那麼但並沒有說一定 各位如果覺得辛苦也可以免 但是我想各位不會想免的 就好像我到滿地可去 那麼在那裡其實 它是英法之戰戰爭發生的地方 是要重視這個超建法會 那麼我因為剛剛去接 我就建議他們 今年他們只有兩天念佛 我說把在星期六星期天 把星期天下午做三十信念 然後設戰普壇 這個好像設這個無遮大會一樣的 要希望可以普度所有在那裡 有緣的眾生或者說正王的將士 那麼像這樣每一個地方 它有一些這個因緣不一樣 像我們在多倫多 彌陀佛期就專心念佛 就是自己一年一度到年底最後的念佛的功課 那麼來把它做一個修持的功夫加強 但是在滿地可那邊 我因為剛剛去 我覺得是要有三十信念 有這個超建 那麼設戰普壇 那麼來普 這個就是普師戰普 所以在接下來再說 各位看到我們登記戰普功德的那個 有一個功德榜文在那裡 特別貼了兩張照片 我就問奇怪了 為什麼突然間要貼戰普壇的照片出來 那麼後來文書主的菩薩跟我講 因為太多人問了 戰普壇到底是什麼 在哪裡啊 怎麼從來沒見過啊 因為在大殿內 這邊這是超建壇 這邊是消災壇 戰普壇在哪裡 各位知道嗎 現在還沒有 這個過兩天就會在功德堂 那麼要設戰普壇 那麼戰普壇是什麼呢 各位看那個圖片 可以看到許多的飲食 然後非常用心的去準備 講到那種用心 實在讓我很感動啊 自嘆不如 這個貢品主的菩薩們 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的香 今天是登土果 除了幫我們大家 貢上最好的這些供養品 之外呢 其實各位看到這個果雕 是不是很莊嚴啊 待會你們也可以靠近一點看 我想這是菩薩幫我們化園來的 本來沒有 那麼前天呢 我們一位點座的師姐 她看到說每年我們都供養的這麼莊嚴 她說她的同修啊 會裹雕 無師致通的 希望我們讓她結個圓 我看的照片也覺得很好 所以就看看來得及嗎 剛好前天晚上講 昨天買水果 今天早上科 晚上送得來 剛剛好 所以我想 就是 比如說 有的時候供養 我想像我們埃達師姐帶領這個貢品主 會有很深的感觸 那一年可以找到什麼樣的花 什麼樣的香 什麼樣的果 什麼樣的種種種種這一些 其實也是要講緣分的 不是想要就有 有時候啊 有一份供養心 一份歡喜心 這種最上的供養心也會感應來 就是護法菩薩呢 會幫我們自然 好像製造那個因緣來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 那麼講起贊普堂 歷年來都設在功德堂 只有有一年 設在五官堂 各位知道哪一年嗎 舉辦水路法會那一年 在分別院 要舉辦水路法會 簡直是難如登天啊 登天還比伴水路還容易 這個辦水路法會要總本山的因緣才能夠成辦 但我們多倫多佛光山竟然也舉辦過一次 當然要感謝當時幾位情法的菩薩 我都還記得我們的蔡堅怡督導 當時我們還沒有回流的A大師姐 幾位美林師姐等等 到西萊斯去參加水路法會 過後呢 不曉得是有意還是隨口 見了我就問 我們多人多可以辦嗎 我說辦水路法會 可不同於辦世界大會 世界大會啊 你就很多義工去幫忙張羅就可以 所以水路法會至少是五六十位以上八十位的法師 要來各個坦口誦經 你才有辦法 我說我沒有把握能不能變出這麼多來 但是你們就發願吧 我就這麼說 就發願 果然這個姻緣成就好像是在2003年是吧 是 當時各位還記得 我們道場常駐的法師有幾位啊 四位 我想這個也是破紀錄 辦過之後才覺得不可思議 好可怕 回想起來都覺得好可怕 四個人不眠不休 其實也辦不來 但是呢 只要真心發願 然後我們這個主要是道場 和諧清靜 請各位記得 最大的力量 和諧清靜 你發願 由願必成 所以在很不可思議的因緣之下 竟然我們被總本商批准 可以來舉辦 水陸法會 當然總本商 這個幾位大和尚 定和尚他們 還有這個奸壇 一陪法師他們 全體都要總動員的 一共我記得那一次來了 53位法師 為什麼記得呢 因為華盐堅裡頭 善才童子53餐 我們剛剛好53位 那麼當時我們就四個法師 當然所有發心義工 不分你是總會主 會主所有的義工等等 都是那樣的這種發心投入 我想這個我現在看到許多人的表情 看得出當時是參與其中的 都在點頭都笑著 這可能是這一生中 我不知道啦 這個是空前 不知道會不會絕後 不曉得 再看有沒有因緣 但是至少今年啊 我們幾位法師發願 因為明年是建事二十週年 各位先不用想 有沒有水路 先不用想 但至少我們今天因為講起這個供養 我想二十週年 明年度的梁黃寶燦戰斧壇 我們已經商量好 要在第二次把它移到五關堂去 擴大無遮 普失一切這個眾生 那麼當然我們要事先做一些準備 當然我們村長啊 我們獨居室少不了 又要一起回來 要怎麼樣去準備啦 那麼跟在供德堂有些不同 但是總是因為有人問起說 戰斧壇是甚麼 其實我們一般講 你供災 比如講各位看五關堂 災堂啊 那個災條很多 法會期間好多人供災 那你供災呢 你是供佛 你是供法 供生 你也是供養大眾 那麼一般我們講打災 只是我知道我們香港人呢 就比較喜歡講供災 但總是你這個是用飲食 來供養三寶 供養大眾 但是呢有另外一類的眾生 你必須要很特別的 除了飲食準備好之外 然後要誦經持咒 加持回向 特別給他們 那是叫戰斧壇 那是給往生的眾生 給平常時在惡道裡頭受苦的眾生 特別用咒語加持 然後施食給他們 這個跟一般我們供養大眾 那是不一樣的 那麼所以可以講 它是給無形的眾生 去享用的 各位也不要講說 我又看不到 怎麼知道它有沒有來吃啊 我記得我在三十年前 那時候還在佛學院讀書 那麼法務時期 我們就被派到台北浦門市去 浦門市啊一個月農曆七月 這每天都在放咽口 所以每天呢都要佈置不一樣的戰斧壇 所以光是這個文書祖 就是當時的青年團的朋友們 年輕人啊 當時差不多五十幾位 他們大部分放學下了班 放了工啊 就到浦門市報到 那晚上呢大家擠在一起 到幾點鐘休息一下 隔天從浦門市再去上班上學 然後再回到浦門市來吃個便當 馬上又開工 得要這樣子做 要提早一個月前已經開始作業了 一直到一個月驗口 所以這樣一共呢兩個月的時間 那文書祖 戰斧祖啊 他們提早一年就開始規劃 扣掉大師的生日 我還有二十幾次的戰斧 戰斧壇每天要怎麼樣去精心的 去策劃安排 才能夠表達所有齋祖的供養心 所以這一組 我當時在那裡 這個當家的時候 我知道超過五十位的 光是這個戰斧壇的義工啊 超過五十人以上 他們要早早就準備 所以我現在講回 我當我是學生的時候 我有一個同學啊 因為你戰斧壇就要 所有的這些飲食啊 乾糧啊 這些都要去普通供養 就叫戰斧 那麼米啊 罐頭啊 什麼都搬 包含汽水罐頭都搬 我們在那裡搬的時候 他大概搬累了 他就說 唉 搬來放著等一下又搬回去 這麼重搬來搬去做什麼 又不是真的來吃 我這個同學講了這麼一句話 我就跟他說 這個話不能隨便講的 你不知道啊 不能說沒有 之後呢 法會了 之後結束了 結束 我們還是一樣要搬回去 吃犧牲嘛 結果我就聽到他 大叫一聲 很驚嚇的那種叫聲 我就看他發生什麼事了 我就看他 把他那一箱汽水放下來 拿一罐起來搖一搖 然後他說剩下一半 再拿另外一罐 再拿另外一罐拿起來搖一搖 這一罐 也剩下差不多一半 我就跟他講 我說本來不是這樣的 他們不是真的像我們這樣把它吃掉 這是護法神教訓你 我就跟他講 你不要怕 只是我們要禁法 我們絕對相信 這些法會的這種 不可思議的力量 是超乎我們的理解 所以我今天講出來 不是要嚇大家 我只是讓各位知道 所有的這些法會 燦儀的儀軌經文 其實我每次在送這個經文 像比如說送到今天 從這兩天這樣送 我不曉得各位在經文中 有沒有看到 事成相識的 你聽過的講經的這些內容 法華經也聽過 裡面有沒有出現過 金剛經也聽過 裡面有沒有 最多出現的是金剛經 度一切眾生 回向一切眾生 像這一些 在金剛經 佛陀回答 虛菩提尊者的 你要能夠在行菩薩道 到成佛的這條路上 能夠持續這份發心 能夠不被這些妄想 干擾 煩惱 阻擋下來 你必須是不分任何種類的眾生 你都發心 要度盡他們 而度盡他們之後 又沒有想著有什麼眾生 是我所度 在這段經文裡頭 其實我很想問大家 佛經裡頭講 若軟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若有形色 無形色 若有心念意識 若無心念意識 若有非有等等 這些所有不分任何種類的眾生 這些眾生只包含人嗎 不是 所以我們讀經文之後 還要看到 除了不分別眾生 包含我們心中 要有眾生 尊重他們的存在 所以在我們心中 在我們眼裡 不是只有我們看得順眼的人 我們喜歡的人 然後我們願意跟他共識共處 包含那一些跟你因緣不是很好的 你也不要排懼 因為我們必須不分種類的 發一種 我要對你好的這種心 然後你才會在修行佛道上 不會被阻擋下來 不會被這些妄想阻撓下來 所以這個你看到的眾生 其實包含剛剛講到的有形的人 包含可能你家裡頭的寵物 貓 狗 包含動物園的老虎 獅子 包含那些蟲 蟻 鳥獸等等 包含花草樹木 包含山河大地 所有這些 當你接觸到所有這些 你心裡頭都祝福他們 你心裡頭都為他們好 希望他們好 如果現在乾旱呢 你可以跟花草樹木講 你們要忍耐 辛苦你們了 最近雨水很少 你們要加油 如果你心中有眾生 你對他們好 你願度他們成佛 其實你心中是有他們的 你對花草樹木是這樣 對所有的人 對非人 不是人類的以外的 這些生命 你的心中一樣是為他們好的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呢 慢慢的 如果你回去 你可以練習 閉上眼睛 隨著金剛經的經文講的 哪一類的眾生 你從你家慢慢看 你會發現你的世界 不是只有在一個家庭裡 或者你的office裡面 或者只是一個社區 你繼續隨著經文 隨著真的叫隨文入貫 你去理解佛陀講的 一直一直到 包含這些微生物啊 細菌啊 包含太陽月亮 這個一直擴大出去 你會明白 當你感受到 原來我的世界這麼寬廣啊 我的世界這麼大 那我身邊這個人對我不好 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 在這麼廣大的世界之中 他那麼微小 他動搖不了我的 在這麼廣大無邊的世界裡頭 有那麼一件什麼事情 不如意 不順心 也沒什麼了不起啦 當你可以練習著 把心念一直放大的時候 這就是佛陀在金剛經裡頭 教導我們的 你心中有眾生 無量無邊無數的眾生 然後你發願度他們 為他們好 但同時呢 你心中又不著想 不執著 其實這些 是不是就是我們在禮拜 良黃寶燦的時候 當你明白佛陀平常時教導我們 到現在 你在燦聞之中 隨著燦聞 這樣禮拜的時候 包含後面幾卷 我們要為不同 也許是人間道 也許天道 也許三惡道 不同界別的這些眾生 來禮佛的時候 你因為明白 然後你真心的希望他們好 在大師的新的著作 《平生有話要說》裡頭 第二十九說 大師就精選出 許多人問的問題 一共選出五十三個問題 其中有一個問題 說這些花草樹木能不能成佛 大師的回答 你應該關心你能不能成佛 比較要緊 不過告訴你 當你成佛的時候 在你的世界中所有的眾生 所有的花草樹木 就跟著你一起成佛的 我非常喜歡看大師回答 非常有智慧 總是我想 我們要真正進入良房寶燦 當然你平常時聽聞的佛法有多少 包含你理解的有多少 你平日訓習理解真是如實的 去理解佛陀的真實意的話 你在看經文之中 處處都是你看到 經典中佛陀的教會 那麼所以更加的能夠如法的 把這份功德真心的回向給 我們在替他們理佛 或者說為他們懺悔 包含為自己這個眾生 眾生不要忘記還有包含自己 那麼總是呢 我希望我們各位 能夠在隨著這個唱吻 能夠進入 尤其我看經過昨天的提醒 今天這個在休息的時間 或者用餐時間 整個的秩序 這個應聲降低了許多 有些人我也可以感覺得到 自我要求 就不善心雜話 所以整個 你們自己這樣靜下來 自己可以知道的 自己的那種功夫是持續的 這個功夫啊 真的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像在今天的燦文之中 其中有一段 我記得我以前講過的 一則典故啊 說有一位出家人 她自己到深山裡頭 去閉關清修 那麼山下呢 就有一對魔女 這個栽主啊 發現山上有出家人修行 就去供養 護持 但幾年過了 這出家人呢 這就是所謂的自知之明 覺得自己這樣自修啊 還是沒有見到 沒有什麼長進 沒有什麼進步 自己知道的 所以再這樣下去不行 那麼她要繼續 回到大叢林去參修了 提出要告辭 那麼這齋主呢 就這對母女啊 就跟她供養的法師講 師父 你可不可以多留幾天 我準備一點盤禪 讓你帶在路上用 好過幾天 送來了一件袈裟 還有試定元寶 這個是古代的典故 好了 就相約明天一早 就要下山 那這對母女也說 她們會來送行 到了當天晚上 她本來已經打坐拜佛完 休息下來 半睡半醒之間 聽到有聲音 這個聲音啊 幾個人啊 黑手黑手 好像扛著很重的東西 這出家人呢 慢慢睜開眼睛看 幾個親衣同志啊 也就是年輕人 小壯丁啊 扛著一座蓮花寶教 就黑手黑手 就金碧輝煌 非常莊嚴 那麼來到她的床邊 為首的第一位年輕人 上前一步就問訊 法師 您的修行功的圓滿 我們是奉命來接您去享福的 請上教 這出家人呢 看一看那個教職 就跟這年輕人講 我才說啊 功夫沒有進展 還要回去精進 哪裡什麼功德圓滿 你們走吧 這年輕人就講 法師您太客氣了 您的修行啊 已經圓滿了 我們是來接您 去享福 不要客氣 請上教 像這樣三番兩次 這出家人不上教 最後啊 年輕人是有點不高興啊 我們可是從很遠的地方來啊 你總不能讓我們空教而回吧 這個出家人 平常是拜佛有一把引慶 那就隨手 這樣啊 隨手拿起來 就往轎子裡一放 那這不空了 你們走吧 好 這年輕人往轎子裡看 轎子裡有東西了 告辭 就黑手黑手 扛著轎子又走了 第二天呢 一找 這對母女呢 這個母親跟女兒啊 兩位災主 很有誠心來供養 來送行 但是呢 這送行的時候啊 這個女災主啊 這座母親的 手上拿著一把引慶 說師父啊 這把引慶 好像是您平常時拜佛用的 你看看是不是 這個法師看一看 奇怪啦 我剛剛整理行李 打包還沒看到引慶 為什麼在你手上啊 他已經忘記夢中的事 這位災主呢 就說 天快亮之前 我們家那批母馬生產 但是呢 胎死腹中 生下來啊 是個死胎 隨著這個胎啊 一起出來的 就是這一把引慶 我們一次講呢 都有一點汗毛聳力啊 確實啊 燦文之中 也有講到很多例子 出家人 或者管理寺院的人 或者沙咪 或者比丘等等 種種的 只要是要供養大眾的 他起了私心 這一些 往後受的夜報好可怕 出家修行尚且如此 在家的業員不是更多嗎 起心動念 真的要很小心喔 那麼這個出家人呢 他聽到 他這個女施主這麼說 大概都 都已經下得魂飛魄散 如果 當天晚上 他聽到年輕人講 您的修行功的圓滿 我們接近來想佛請上教 如果他像燦文中 那些要往惡道去的眾生 總是獻那一些 很清涼的境界 很美麗華麗的境界 引他進去 類似像這樣的 這位法師遇到的也是這樣 但是他有自知之明 還不到 自己知道自己功課 修了多少嗎 所以沒有去 如果去呢 叫做師祖的一粒米 這是大如虛泥山 今生不了道 披毛帶腳還 披毛帶腳就是做牛做馬 要到畜生道去償還的 所以這個出家人 他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功課還不足 沒有去 如果去就跟著投胎 做牛做馬 去還債去了 所以他當時在告辭他們繼續去 我相信他後面一定可以成就道業 很精進 他當時留下了一首詩記 然後告辭 他說 一件袈裟一張皮 四定元寶四個體 若非老那禪定生 早與儒家做馬騎 講來是很警惕 也很感慨 稍不留意 三界六道真是有得受 我們都是有福有得之人 現在也有緣在這裡修 我是很希望 我們大家珍惜這樣的福報 能夠繼續來精進 其他的我們就明天再繼續好嗎 繼續精進 阿彌陀佛 各位請先站起來 明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本來我今天帶著唱本 要講 想到要回答問題就沒說了 這個禮拜這麼多佛 是什麼用意啊 還有最後每天每一卷都要唱 龍華相會願相逢 這些都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每天都要這樣子唱 這樣子來發願 如果不明白的話 確實這個願也會是虛方 所以我想就安排在明天 再跟大家說 如果各位有什麼想知道的話 沒有關係 就像今天這樣 你寫個紙條留在服務處 我找個時間就會跟大家做回答的 我們先到這裡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對 跟陀佛